現在這些時刻 本身早這兩個星期 急升上來 比如車股 如果這些位置才追 我覺得有少少的風險 不是說下半年車股不行 我都覺得這個sector下半年 都繼續是會outperform 但是真是始終過去 比如比亞迪來為例 這個月裏面它的股價是由二百零幾元 上去接近三百元 就是一個月的時間 股價接近升了四成幾 五成 就算你說多少政策 或者數據多好都好 股價上面是不是已經是提前開始pricing了呢 另外也不要忘記 車股雖然現在受到政策支持 但是不是說完全是沒有任何挑戰的 比如你說以電動車為例 其實現在都多了很多品牌去到競爭 大家可能接下來都要打一些 比如是價格戰 清一下存貨那些壓力 所以這些宏觀的因素要留意 而且始終你說補貼那些政策 短期是會有用的 譬如你說現在買車 那購置稅的優惠 由之前收10% 現在收5% 或者很多地方 譬如你說都有一些已舊換新 新能源那些補貼 那短期的購買力一定會釋放的 那但是很多時候你出完這些補貼政策 那些補貼政策呢 頭一輪 當些人要換車的換了 要買新車的買了 那去到再之後 譬如可能去到下一年的 那可能那個購買力呢 又突然之間會縮回頭 那所以變相這些補貼政策呢 只是將購買力提早釋放 那但是呢 你投資完之後你都要玩的 那所以你又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這半年裏面那些車股可能很厲害 銷量可以大幅反彈 那去到下年停回補貼的時候呢 又可能會縮 那所以你說現在那個股值的股價呢 可能就已經預先派遷了未來這幾個月的銷量數據 那所以如果你說這類型強勢股再追呢 可能風險會大一點點 那寧願等它回了之後才再低位買回一些 會比較好一點